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滥鱼冲树 战国时候齐宣王喜欢听吹鱼 又喜欢讲排唱 他手下吹鱼的乐队就有三百人 他常常叫这三百人一起吹鱼给他听 有个南国先生 他本来不会吹鱼 看到这个机会就到齐宣王那里 请求参加吹鱼队 齐宣王给他很高的待遇 把他编在吹鱼队里 每逢吹鱼 他也鼓着腮帮捂着鱼眼 装腔做事混在队里冲树 他混过了一次又一次 没有出过毛病 后来齐宣王死了 他的儿子齐宣王继承了王位 齐宣王的脾气与齐宣王不同 不喜欢听大家一起吹鱼 他叫吹鱼的人一个挨一个吹给他听 南国先生听到这个消息 只好偷偷地逃走了 就行 把这个滑鱼切除了